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赵亮 来自东北辽宁省 来到美国也将近十年了 然后就在今年的四月份左右 刚才牧师也介绍说了 然后我顺利地拿到了地上的身份 真的很感谢主 然后也通过牧师得知了我在疫情期间 应该是唯一一个在咱们教会的 通过了这个大庭拿到身份的人 也真的真的是很感谢神 所以牧师就有让我去分享一些 关于这方面的感动 后来我思来想去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认为更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胜过世界的信心 那什么是胜过世界的信心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叫世界 牧师曾经说过 基督徒有三大敌人 老我 世界和撒旦 这其中的世界呢 就是一切与神为敌的事物 就像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还有今生的骄傲 来窃取神的荣耀 或者是你经过了一些环境的改变 然后你这些 就会陷入一些负面的情绪之中 不能自拔 一直自己走不出来 每当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一种力量 来把我们从这种困境中呢 带出来 这种力量呢 就是胜过世界的信心 我在2012年的年头 第一次来到了这间教会 通过了这九年多的教会生活呢 我学习到了很多 也领受了很多 更改变了很多 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第一次来到咱们教会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呢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台上 大家在唱战败敬美诗歌的时候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参与服事的人员呢 特别的热情 这个气氛呢特别的好 我看到这个台上的人们呢 热情高涨 他们有这个唱歌的 也有跳舞的 伴奏的 还有弹琴的 架子鼓的 还有电吉他的 就像这个开演唱会似的 就特别的感眼人 真的是 我在没有来到的教会以前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还能用这种方式 这么高的热情来去赞美神 然后呢我也就被他们感染了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到教会 也不会唱什么诗歌 但是我也是跟着一起 哼了下来 回到家以后呢 我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 我就想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使人这么兴奋呢 或者是这么开心 这么有热情呢 我还查了一下这个日历 我说这天是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节日啊 或者是有什么活动呢 后来发现也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 然后在我往后的参加这个教会活动当中呢 我发现每次聚会呢 大家也都是这么高的这个热情 所以呢我就一直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我又不能直接去问 所以呢我就先从这个观察入手 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无论牧师传道甚至小组长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就是喜乐 无论在台上或者在台下呢 我都没有发现他们有过哪怕一丝的不高兴 或者是忧愁 就每次看到他们呢 就是永远是笑着 脸上永远挂着笑容 尤其是莉莉牧师呢 就是给了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见到她的时候永远是一张笑脸 然后态度特别和蔼 从来没见过她有什么愁的烦心的事 所以呢我就更疑惑了 我就感觉人都是有感情的 喜怒哀乐 这很正常 如果能通过一种方法来控制这个感情的呢 也是短时间的 但是他们确实是持续了很长一段这样的时间 大概有几 我观察有几年的时间了 是吧 我感觉这个就不是说人为的因素 就肯定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在里面 于是呢我就把答案呢放在了圣经身上 我也甚至也只有神能给我这个答案了 于是呢我就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把圣经呢 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读是读完了 但是也感觉到一些什么 但是说不出来具体的原因 因为很多的东西啊 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我还是不明白 在一次偶言间呢 我就得知了大卫包生牧师这个人 然后我就在网上呢搜索一些关于他的视频 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了他讲传道 讲到了关于这个使徒保罗传道的事情 使徒保罗呢其中两次呢被关到监狱里 一般人呢被关到监狱里肯定是想着自身的处境 自身的这种环境的变化 给自己带来的这种不安 他会想方设法地出去 会担忧自己的处境 但是保罗呢不一样 他没有特别地担心 也没有特别地害怕 反而呢他在监狱里呢 还是大仓战歌 还是是赞美神 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猛然地感觉自己应该找到答案了 因为无论保罗呢还是牧师或者是这些教职人员 他们都有一种信心 这种信心呢造就了他们时刻都在喜乐 那就是胜过世界的信心 因为无论高僧或者低谷 他们都有一种盼望 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会再来 圣经中说 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 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为身体忧虑 如穿什么 难道生命不比饮食重要吗 身体不比穿着重要吗 大卫包生也分享过 他在信主之后呢 也不是一切的都很顺利 其实正相反 他说他遇到的麻烦呢 比信主之前更多 因为他需要信主之后呢 他受到了更多的来自这个周围世俗人的 或者是这些环境变化带给他的一些更厉害的伤害吧 但是呢 他却更加喜乐了 因为他不再害怕任何环境的改变 他也拥有了这样的信心 而这样的信心呢 就源自于我们对神的信心 就一定要把真正的信心扎根在神的身上 而不是环境的身上 因为神是永恒不变的 但是环境呢 却是一直在变的 所以有了这样的信心之后 我们就有了对基督 对神再来的盼望 也就获得了像保罗 以及牧师 还有其他通工一样的 即使身处在恶劣的环境 也不会害怕 也不会担忧的 这样一种胜过世界的信心 最后但愿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能在神的怜悯中 获得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一种信心 阿们